你的工资粉确实少点 在我的想法当中呢 我想找一个三千多的 或是接近四千 可以可以 这样对 我以为他要是聪明的话 他不应该提的事 不应该提 我都跟他说了 我的工资高点 你的工资也高点 在狗带用了 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虚情假意啊 大妈相亲太精明 就想找个退休金高的 一听到大工资少 直接就在背后出现了搜乳业 这媳妇都还没领进门呢 就挑拨母女之间的关系了 还真是老母鸡抱过窝 不捡她呀 你看我那个酒 个人泡的药油 你到那屋看了好几大瓶的都是 这是我窝粉回来以后泡上的 哎呀 这么多呢 这都是这都是 那里面那是啥呀 工资 人参 这个大的这一大块的 我看不准了 我闻了 你闻闻吧 白酒的味儿 对 都是白酒 这泡汁也得喝多长时间 你算吧一天二两吧 一天二两天天喝 嗯对 七十多斤 这四十斤 其实相当于序性了吧 这是一年一年的 对 自己喝呀 对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饭后一根烟快活四神仙 饭后一杯酒活到九十九 这要是在饭后搂搂媳妇 那想想都是乌龟晒肚皮 没翻了啊 不过小眼酌情咱也要适量啊 就生怕大爷这天天喝酒的习惯 对面会敬意啊 我是工人 但是那个我是几点断的 我这个腿腾啊 鱼腾啊 这都是 该静下以后 熟水泵的时候 该水里边站着 药酒对我这个腿有好处 平时的吕建民叔叔 除了喜欢喝自己泡的药酒之外 偶尔还会喝一点红酒 之所以偶尔喝 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实力啊 并不富裕 太好的 他也有所有老婆 特不息 工资太低 现在工资多少钱 两千六百五千嘛 其实就是有点放逐 铁板路呢有多少 六十平米 现在是九百 老楼 老楼 说拔说拔的好几年了 二三年了也没拔上 不限鸳鸯不限间 只愿房上写个签 说起自个的工作经历 大爷表示自个是煤矿工人 每个月的退休金 大概两千多块钱 也算是中规中矩 不过这后半句话 可是让咱眼前一亮 大爷表示自个先前那一套房子 天天嚷嚷着要拆迁 就是失迟未动土 房子一扒 怕啦没啦 这大饼已经摊上了 就是不知道大爷能不能吃上了 这是我女儿家 原来是迪宝 完了然后办这个房子 因为我在九台路住啊 我那个房子拆迁了 一共是五十多片 这是我女儿和我姑娘在这住 我就在这儿住 我就在里面住 您今天是多大宿舍 我看您那个资料显示是69岁 对啊 C69 真是69岁 是啊 我五一年生人 我天你要是说你是五十多岁都谢 是吗 你那年轻啊 我女儿也是 跟我女儿一出门吧 她们都说 是不是你姐呀 这儿是 这儿是保养的 不是什么太保养 我的化妆品都是非常廉价的 就十二十块里头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岁月都是人家的杀猪刀 确实咱大妈的养颜舟啊 就这头乌黑正亮的头啊 咋看也不像差一岁就到七十的人 红娘健壮也是直言夸赞 本还以为人家是有什么养生诀窍 结果这化妆品也都是地摊货呀 还真是得天独厚啊 这只猫养一年多了 它不长得特别干净 我孤独的时候 他给我帮我出发 上你跟前来 你妈说他玩 可年了 我上哪儿他上哪儿 人老了都有这种喜欢 被年人被需要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你是不是也希望被家里人 或者是被小动物需要那种感觉 我太需要了 要为啥找 要找伙子呢 找伴呢 就是我爱人去世以后吧 我就感觉 独头的算 没办啊 大妈的婚姻经历是丧老 自打前夫离世后 自个孤单寂寞一个人 虽然这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家具宠柜 将里面装装饰的满满当当 可是大妈的那些 确实如同一个空荡荡的姑姑啊 就是不知道这爱情的小船 啥时候能够乘风破浪使尽心海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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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喝酒 您大家先介绍一下 这是 姓吕 叫吕建敏 啊啊啊啊啊 姓董叫 董桂贤 好 看的 底印象看的 好像还不错 从老厢的身材 各方面都看 看还可以 她要是按我和我爱人的要求呢 是差远了 我爱人挺棒的 而且身材也挺好的 她这太瘦了 挺咸挺瘦的 人生若得如云水 铁树开花便借春 说起这次择偶要求 大妈就是想找个知冷知热 互相疼惜的老伴 虽然都这么大年纪了 但哪个女人是问答心底 不想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小女人呢 毕竟有人爱有人疼惜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啊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就听大妈这句酒病床前无孝子 可见人生也是活得通透啊 喝口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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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 谢谢 还挺细细的 你看 你看 我还挺 好的 谢谢 她特意摆一摆 不是 她没劲 挺会照顾人的 她给我樱桃 一样吃樱桃 然后另外这靠杯 你看这个沙巴这靠杯 我洗完手 赶紧给我拿个小帽子插手 关心这个点点滴滴 一点就能看出来 这个人的那个情况嘛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红娘领的大妈刚立推开门 看到这个好不容易碰到的相亲对象 大爷是打心底的开心 直呼第一印象就相中了 表示大妈 神采神行各方面都中业 不过大妈那头 却是灰心脏气 先前还一脸憧憬的想找了大帅哥 结果这开门就就是又瘦又老啊 简直更逝去的前夫没法比 就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呀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好 就是会唱歌啥的 会唱歌吗 唱老歌那行那行 你会唱啥老歌啊 你多年都不唱了现在 还要你问问 你什么大海航行靠多首 那会那都 来一首吧 大海航行靠多首 大海航行靠多首 我无声将靠太阳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虽然说大爷看到钱都大妈 对自己的印象是不堪入目 但人家也是丝毫没有埋怨 又是给人家拿水滴手绢 这又为人家挪上靠背 虽然说这都是刻意的动作 不过行动才是最好的证明啊 大妈那头也是直呼感动 毕竟像这种会照顾人的大人 比起那些木瓜脑的不开窍来说 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啊 昨天这位在酒店门还挺开朗呢 还挺好的 年年大了活动活动 她最起码是个人心情好 性格还可以 性格还可以 男人性格 就看文人出事了 就看她一会出事啥样了 这不已经到中午了吗 我先去看她一会出事啥样 出事要是大方一点 那些处处不大方那就算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咱算是看出来了 大爷大妈都是打心底 她是过日子的人 都是烟不沾麻将不打 性格爱好也是互相贴合 这俩人尽靠着尖美美的合唱了一首 看着还挺有复习相的 稍稍一互动 双方印象也是瞬间登上了一个台阶 咱看也是公子曲小姐 鸳鸯一对两项配啊 在哪退的 没矿 工资多钱呢 有时候开2500 有时候开2600 有时候看多一点 你原来是老伴 常常复食的 我老伴啊 老伴是电视局的 电视局的 人家开7000多呢 开几个钱呢 那再来讲一块不如人家 就是工资太少了 那是啥问题呢 就是说 因为现在社会吧 本身它就是金钱社会 金钱社会咋的呢 就考虑到你的工资 就是我的工资了 对不对 在我的想法里 就是我的工资 我就不想动了 就是咱们俩就花你这几千块钱 就那个意思 这个大致上应该说清楚 互相帮助 本身就是这个 包括经济 对 钱我就得钱 我都告诉你了 两千多块钱 小普普就是 这是一个 我都告诉你实话吧 那是多大房子 那是 算60平米吧 啊啊 什么钱呢 出去酒吧 啊 我大姑娘出去 我好娘都不管了 她给我我就拿着 不给我她就花吧 哈哈 最后我的钱 找完都是他们的 但是咱社会在一起呢 就不归她了 没钱不要怨天尤人 有钱不要胡作非为 咱可就不同意 大妈这嘴上说的话了呀 毕竟这前夫在好 那也是大妈年轻貌美时 走到一起的 但是现在前夫已经走了 大妈也是人老猪黄香 萧玉远 可就不要再自食优秀 兴高气傲了 这直接把前夫的退休工资 和大爷相比 不过咱自身的能力也摆到哪呢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要是两个人不合适 红娘指定不会把人家 接上一起呀 说白了 这就是不知足啊 她是那个房钱是能整来 她姑娘是给她 那还可以 这个工资还可以 三千块钱也就那样吧 人家生活 现在咱们基本 基本上 咱经历上就工资就低 嗯 我还能讲的 还行 当时以后 对我说出来 孩子都能尊重我的一下 但是以后话说 我找老伴之前 可不找老伴 那是两个人 孩子也有想法 我一个人 老父亲生一个人了 吃你的 喝你的 拿你的 我给你的 都没毛病 我再找一个 你的好人 你有想法没有 我把钱都给他 我再给你要想 你又有没有想法 所以你得看再跟姑娘 勾动一下 真是牛棚子里养鸡 架子不小啊 眼看大爷的经济收入 自个不满意 大妈又在那头 打起了坏心思 表示让大爷问女儿要钱 这要是让女儿 把这钱给要回来 自个说不定 就能忠义人家的条件 还真是精明的不得了 整的大爷那头也是不利的 这媳妇都还没取进门呢 就想要挑拨妇女间的关系 虽然说咱就是大爷 动动嘴皮子的事 不过这想想人家的做法 任谁心里都不舒服啊 一会儿待会儿啊 整完以后吃 吃完再上饭店 吃个饭进来 啊 再上吃个饭 孩子们都 哎你都这么热不甜 到中午了 放肃的事儿啊 我的菜单费 煤气水电 都是我大姑娘交 得拿出来咱自己交啊 这边水和电 它也不用不了多钱 你电你现在都能干吗 就咱俩的钱 你也别说揣你头 也别说揣我头 我的两千多块都给你都行 但是你那两千多块钱 我得知道大回事儿啊 好无忌惮 好无以后阴场 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工程暂时不动 这是发展点的 嗯 比方说 要实在需要完了再拿出来 那也行 你的工资粉确实少点 在我的想法当中呢 我想找一个三千多的 或是积极四千的 可以可以 这样对啊 我认为他要是聪明的话 他不应该提的事儿 不应该提 我都跟他说了 我的工资高点儿 你的工资也高点儿 咋够着用啊 那如果聪明的话 随了 你跟我以后处理好关系 那啥事儿都我不出去 处理的问题 用你谈 所以你对于这一点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儿 有点想法吧 真是洗脸盆里扎萌的 不知深浅呀 大妈就是盯到钱 这个世上不松口了 钱到嚷嚷着想要 大爷了你儿要工资 现在大爷更是耐着性子 要请人家吃饭 就是想再做进一步的争取 希望改变大妈那头的想法 表示两个人的工资 放到一块花 毕竟都嘴上说着 要塌了事事过日子 可不能光甩手不动脚 不过就看大妈这头的意思 那就是铁了心的 想要多点钱呀 整个大爷那头 也是彻底看清了 这相亲估计也难成啊